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PSO是我国首个自主集成对外交付的世界级FPSO 工程量最大 最复杂 技术要求最高 并且运载重量和距离均创世界之最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 P67共使用钢材超4.5万吨 相当于3万辆小汽车的重量 电缆约1500千米 因此P67无论从吨位还是在航行距离都是世界之最 P67总长超过300米 总宽74米 杆重近8万吨 粘产量相当于四分之一个大清牛田 P67的甲板上密布着17个功能模块 总重25000多吨 最大的达2700多吨 在建造上如此巨大的工程和所消耗的材料上 都与制造超大型航母无异 从吨位 大小 材料都能与航母建造媲美 甚至可能为我国研制和建造使用超大型航母 打下坚实基础 而且P67具备强大的生产和生活空间 在报道中被称为海上油气处理厂 仔细对比一下油气处理厂的大小 就可以想象其有多先进 空间有多大了 对此 中国海洋石油公司高层称 P67的交付标志着中国海油和海油工程 具有了完全自主进行超大型服饰生产储油轮的建设能力 设计能力和挑适能力 称中国制造能力已经逆天 简直不可思议 西方制造已经被中国超越很多 西方的封锁还要加强 不然西方制造将被中国取代 无疑是非常糟糕的 这一项的成功既展现了中国企业的能力和中国速度 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相当自信 而且含义深刻 而西方媒体却有着不同的解读 显然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又是在羡慕嫉妒恨 甚至西方军事专家称 中国强大的造船能力 为其制造大型航母打强了基础 运用工业对军事工业的促进作用是巨大的 中国有能力建造三倍以上排水量的船只 和已经自己建造航母的成功经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点击关注学习惯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世界深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